好,現在呢,我們把LE燈先把它拿掉,在這裡 好,拿掉,您就先把它收好 先把它收好,那再來呢,我們看一下 這裡,要準備接上計電器 那計電器呢,我們在這個地方 它用5伏特電VCC GND,只有一個訊號線有沒有 所以像這種有三條線的就是,你就可以去控制它 要做什麼事情 來,在下面這裡,您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裡,這裡 計電器拿出來,轉到這邊 不是,這邊,有沒有這裡有這個 這裡,這樣有沒有考驗老師的視力 這老花的齁,就在這邊就會有很明顯的影響 VCC,第一條是VCC 第二個是GND,第三個就是IN 就是我們的訊號線 這樣有看到的齁 那,一樣這邊是尖端嘛 所以您要用公母的 您拿三條公母的,公母的線 拿三條公母的線 我現在先把它插進去了 那您就照我現在上面這個角位 VCC,我們就接到開發板上的VCC 我的這邊的話呢,我的VCC就是最前面這條綠色的齁 不對,對對對,綠色的 好,所以我就把綠色接到我們開發板上的VCC囉 好,接進來了 好,那第二條呢,我就接GND 可是GND被誰用走了 是不是被他,被那個LED燈這邊的線用走 沒關係,我們就,我的是黃色的 我就一樣接過來 好,你可以把你的線稍微拆開一點點 或是你要獨立都拆開也可以 我就接到這邊,跟他共用 好,這樣接過來了 最後一條我接到05 那05的話,原本是不是就是LED在用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LED燈這個05 這個05 看你是要直接拔起來接過去 這個有沒有,接過去 還是說呢,你就直接跟他插在一起也可以 好,現在這邊 如果你要跟他共用的話 我就拿這一根 我的是 橘色這一根 就接到面包板上的05就好了 就接到面包板上的 原本LED燈的那個正極 的那個地方 接到05 這樣 這樣OK嗎? 嘿 好,那你也可以看我們那個接線圖 看這個接線圖也可以 這樣也會蠻清楚的 就看你要看哪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說 那個接線圖其實蠻重要的 好,如果對了 接的時候就比較不會有狀況 好,我們現在在進到簡報第33頁這邊 您就 再把計電器跟水泵接在一起 那麼第一個 我們的水泵 它有一邊 一般我們都用黑色的 就那個把它接地 接到面包板的GND 那它的另外一邊呢 就需要什麼 接到我們的長開 長開就是不通電 長開就是不通電 長臂的話就是通電 就是接在一起 就接在一起 所以呢,我們這個水泵 這裡有沒有 一條接到面包板的GND 所以一樣的 水泵呢 它上面這個 因為本來線就比較長了 有沒有 它這個線板就比較長 所以你可以直接拉過來接就好 直接 GND我的是黑色的 我就接這邊的GND 好,接這一條的GND 接上去 好,那 這一根呢 要接到計電器 那你就要看一下你計電器的這邊 這裡您就需要我剛剛講那個螺絲起子 螺絲起子 你把它翻到後面來 有沒有 翻到後面來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圖上面是寫中文 但是這個上面是寫英文的 我把它翻這樣 明慧比較好看 你看這邊 有沒有一個on 一個common 一個nc common就是所謂公共端 on就是長開 nc就是長臂 你 這樣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有沒有很討厭 對老花一點都不友善 真的真的 這個 那您需要 這個時候需要這個 螺絲起子 因為我們要接在哪邊 接在那個 你可以跟 拿跟那個方向一樣 然後就顛倒 這樣子有沒有 所以你用這樣看 我們就長開 就是右上角 這個是長開 on 所以我現在呢 接到這邊 這裡 你用螺絲起子把它轉開 把它稍微轉開 那 我們呢 就有一條電線 剛剛那個水泵的那一條電線 你就把這個 插到它這個底下 有沒有 它這個底下 插進去 這樣放進去 那我再把這個螺絲起子 再把它鎖緊 你沒有鎖緊的話 因為它容易鬆脫 嘛 所以我把它鎖緊 這樣 所以你這樣拉 有沒有 這樣就對了 好 所以老師您先到這邊 先接起來 現在還插一條線 就是公共端 我們剛剛講中間這裡 因為馬達要供電啊 對不對 我們 利用 計電器 來控制它 要不要供電 我們剛剛是不是已經有接一條 負極過來了 對不對 GND 正極的 接到 這個長開 那你要它通電 就是計電器要供電給它 所以我們再接一個 到這個 VCC 所以如果它通了之後呢 VCC就會供電點這一端 那又因為它接腳在GND負極 有沒有 這樣正負就通了 好 所以你還需要一根 公公的線 公公的線 對 您再找一根公公的線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再把這一端 公公這一端 把它先放鬆 好 然後呢 再放進來 轉一下 好 這樣這裡有了 那我就接到開發板的VCC 那VCC的部分呢 我們剛剛這邊 是直接接過來 對不對 所以這樣不夠用 那我先改一下 來 來 我們原本 計電器這一條 我是不是接到板子上 可是這樣就被它用走了 所以 怎麼辦 再接一條 這個 我先拉到這邊 隨便一孔 隨便一孔 這樣我的電源 是不是可以 給別人共用 那我把現在呢 公共端這一端的 就接在這裡 接到麵包板上 那麵包板是在拉一條 接到VCC 這樣了解它的概念嗎 我現在本來是直接接到板子 可是我接上去之後 我的 計電器 另外一端就沒有辦法接供電 所以我現在把它接到這一邊來 好 就 VCC的接到這邊 這裡也接到這裡 我再拿一條 公公的線 再拿一條 反正我們這樣子 延長線的概念 這裡 就可以把它接到我的開發板這邊 這樣是不是就把電 從開發板的VCC 導到這邊來 兩個都可以用 兩個都可以用 終於接好了 呵呵 這樣就接好了 就接好了 所以呢 老師麻煩您先試看看 好不好 先看看這樣 會不會成功 所以我這邊的VCC也是一樣 你看我那個板子上的 就這個板子上有沒有一條VCC 就接到這邊來 對不對 然後跟上面這一條也是VCC 那綠色這一條呢 綠色這一條呢 綠色這一條 就跟上面這一 這個 就是公共端 就接一下來 就接到這邊 所以其實我們都接在同樣的VCC 這個位置 已經動了齁 但是老師要注意一下喔 像那個沉水馬達 如果你現在插電啊 因為現在沒有水 對不對 沉水馬達如果沒有水 空抽 空湯太久 你們家應該有一個東西 如果你們家有水塔 就是水要抽到上面去再下來的 停水的時候 那個抽水馬達是不是要 要關掉 不然空抽的話很容易壞掉 這個也是一樣 好